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二正式宣布 將以候選人的身份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 拜登的3分鐘視頻講話 是描繪了一幅他認為是關美國靈魂的嚴峻的畫面 這一段視頻公布在他的網站上 拜登在視頻當中說 當他4年前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曾經說他們是在為美國的靈魂而戰 他們仍然是為之而戰 拜登說他現在在美國撥亂反正 在白宮繼續執政4年能夠推進民主事業 他說他們在今後的歲月面臨的問題是 他們將有更多的自由還是更少的自由 更多的權利還是更少的權利 他說他知道他希望的答案是什麼 這不是致滿的時候 這是他競選連任的原因 外界對拜登宣布競選連任已經等待很久 他星期二早上正式宣布了這個決定 視頻一開始的畫面 令人回到2021年1月6日那天 當時暴民衝入美國國會大廈 試圖阻止國會正式認證拜登贏得總統選舉 最新的雅虎新聞的民意調查顯示 38%的美國人說 拜登與特朗普再度對決的想法令他們覺得是疲弊 29%的人說 那種兩個人再次對決的想法喚起了恐懼感覺 超過半數的受訪者是56% 在這一行的本約舊時候所做的民意調查當中說 他們不覺得拜登應當再度競選 特朗普星期二發表聲明繼續表示 2020年選舉舞弊 雖然多次重新點票和埋法庭裁決都發現 這種說法並不成立